高雄水情转为长灯 从今年起用水超过1000度以上的大户 包括洗车 游泳池业者都将实施减量供水 在三明区就有游泳池业者花了1000万 进口循环再生过滤系统节省水费 平均一名泳客花的水费只要2块钱 另外在连锁卖场则是超前部署 规划了省水大作战专区 贩售的桶装水跟瓶装水 近期的销量成长了两成 南部大雀水高雄从30号起 水情用黄灯转成灯 用水超过1000度以上的大户 包括洗车游泳池业者将面临减量供水 进口了一套数位循环再生的过滤系统 对水质的监控还有水量的节省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游泳池业者花大钱砸了1000多万成本 购入循环再生过滤系统 不止水值更清澈还能节省水费 我们人数量加上除以我们的水费 算起来一天差不多一个人来游泳不到两块钱 为了隐隐缺水南部连锁卖场超前部署 规划省水大作战专区 放置桶装水瓶装水各种不同尺寸的水桶 让民众方便选购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陈列以及超前部署的状况 那我们的销量大概是有提升一到两成左右 加上还有节约用水小妙招 像是使用静电除尘托把 清洁湿纸巾 不用大量用水 也可以达到清洁效果 所有推荐商品底下通通找得到 抗旱省水全民一起来 另外水公司也将针对水压过低或没水的地区 设置加水站或以水车送水 就派能缓解缺水困境